大家好 我是你的農夫好夥伴阿金 那今天要來跟大家實測一下 鑽造這件事情 鑄造 我們可以看到鑄造有分三個等級 武器從五十萬起跳 然後兩百五百一千片 碎片都是這樣 那我現在有點等不及了 本來想說等到武器大概兩百片再來試試看 那現在防具有超過四百片 鑄造我特別練了兩隻體騎 體騎可以看到我的力量都是沒點的 體騎最大重量只有量690 37級就有6.9的重量負重能力 所以才可以在一些低等區域一直瘋狂的撿垃圾 撿了超過80%負重就趕快回來 在開始之前我想先看一下 這邊有注意到過 四眼天使弓 小妖精翅膀要求很大 這個武器呢 在獲得出這邊可以看到 這可以被鍛造出來的 而且是三個等級都有 所以這邊推估呢 可能機率上有一點不一樣吧 還有第二個就是 之前有看到巴哈姆特 有人PO出來 200個防具碎片拿到加7皮靜甲 所以推估呢 所有的鍛造等級 基本上是應該是跟出藍裝 或者是更高等的裝幾率掛高 那為什麼我說還有更高等的裝呢 因為在天堂W的百科裡面到官網 然後這邊遊戲百科 英雄等級 然後你可以在這邊看到比如說這個力量鏡甲 獲得出鍛造 所以 基本上來說 鍛造 一千片應該是 增加銅裝的機率 像紙裝的話是沒有看到的 那這邊像 可交易的話 製作和怪物 所以鍛造呢 可以確定百分之百就是指揮處 對應的方法 那麼我總共有五個角色 我將會 逐一的實測 然後 每個防具碎片至少都有2萬片以上 好 來 第一個 鍛造 防具 一般 實測給大家看 50萬 30萬一次喔 所以我這邊等一下會燒掉60萬 直接 我一次一次來好了 反正也沒幾次 來 按 喔 加三老舊神社T恤 第一個就綠了 還不錯嘛 雖然我是騎士 但是 拿到這個其實還是蠻開心的啦 畢竟如果 以後分身要玩 拿弓也是不錯 好 我們再來第二件 今天就已經 不綠裝 是蠻奇奇的 第二個 這個 斷照 然後加三鐵盔 這樣 飛入一個 好 那我們總共 第一隻角色 拿到這兩個 好 再來第二隻 王族的 不重要 不重要的是 我們這個 斷照下去會是什麼呢 來 喔 夾屎手套 算是 特色一個 好 好 因為按定值 基本上這就是沒有用的東西啦 再來 好的 再來第三隻 其實也快要500個了 但是 這一次我希望實測 最低等級給大家看 到底都會出些什麼 所以我就 打到底 好 兩次機會 換照 加四長靴 還是垃圾 再一次 再一次 加了水手 出了一個水晶手套 其實還可以 水晶手套還不錯 雖然我現在也是穿著 但是 多了一件 多了一個衝裝機會 好的 好 那這一隻 點了兩點體的力騎 他的負重能力稍微差一點 到現在40級只有5600 不過我也是 玩了一陣子 所以他也到了死牌 這片 好 那我們來 試試 兩次機會 夠 好 好 抗斗一件 加0的 好 蠻可惜 如果是有加捲的 多好 好 再來 加4 好 剛許願完 馬上給我一個 安定值的 好 連續兩件抗斗 這個機率到底是多大呢 我也不知道 我終於可以把我的寶斗換掉了 看他不爽很久 因為抗斗 其實只少寶斗一點防禦 但是魔防加4的話 卻差了很多 差了7點 所以抗斗是非常厲害的東西 好的好的 那最後一個是妖精 他的承重能力比較差 所以總共 我大部分時間沒有把他打開 失去白裝 那也不會讓他去 打那種比較 多垃圾的地方 所以 就試試看吧 Go 好 加2場鞋 好 那這邊就看到 大部分都是垃圾 那偶爾會出個有用的 綠裝 覺得還不錯 好的 雖然結果不算非常理想 比較有用的就是 老舊神社T-Shirt 和 加斯抗斗 只要有賭都有機會 畢竟也是額外收集的垃圾 去兌換出來的 但是稍微多掛一下 金幣都還是有的 這邊再回顧一次 剛才總共的花費 然後使用的 防具片術 還有最後的結果 就是這些裝備 下一次呢 會實測武器的200片 和防具500片 如果想看到更多鑄造的實測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我會做更多的測試 如果你有鑄造出藍裝呢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和大家分享 給我們這些無刻實荒族呢 一個希望與未來 好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下次不要錯過喔 我是你的農夫好朋友阿金 下期見掰掰